易建连疑似嫖娼事件无论真假 都已经对他本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打击 正如当年的王李红 哪怕最终李静美拿不出出轨证据 但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 王李红的所有广告下架 自己也淡出江湖 这次易建连也一样 疑似嫖娼事件在昨日上午爆出 晚上各大品牌就下架了易建连代言的广告 他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目前已经有13家品牌撤下了关于易建连的广告内容 业内人士指出 一旦各大品牌最后集体解约 那么易建连的违约金数额会相当庞大 易建连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篮球场上的一时英明会毁在一只下弹攻击上 这位跨性别者人品极其低劣 曝光客户的信息拿来炫耀 毫无职业道德可言 如果是造谣 那么性质更加恶劣 易建连理应拿起法律武器 让这样的人接受严惩 值得玩味的是 截止目前 易建连既没有回应 也没有报警 作为中国篮球曾经的代表性人物 易建连一直以阳光正面的形象试人 回顾易建连的职业生涯 他算得上是继姚明之后 最成功的中国篮球运动员 2002年 易建连代表广东宏远 出登CBA赛场 仅仅两年之后就入选了国家队 2005年成为CBA历史上最年轻的MVP 之后2007年的NBA选秀 易建连以第六位的成绩 被密尔沃基雄武队选中 开启了自己的海外征战生涯 直到2012年 易建连落叶归根回归广东队 非常耀眼的成绩 CBA历史总蓝板王 总两双王 常规赛蓝板王 常规赛两双王 以及季后赛盖茅王 除了事业上的成功 易建连的家庭也非常美满 漂亮的摩托妻子 外加两个可爱的儿子 易建连无疑是人生赢家的典范 然而这次 他不得不面对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危机 欲待王冠必称其重 有多大的影响力 就得承担对等的社会责任 如果最后丑闻作实 那么易建连也没啥好说的 但愿只是被造谣吧